大家好 1月11日 星期三 是2023年 今晚跟大家談刑事案 鄧桂詩這個名字 大家會否多多少少都有印象 幾年前 他的新聞和消息 傳媒有廣泛報道 當時是2017年 鄧桂詩當年是一個病人 需要進行肝臟移植 他的女兒想捐肝給媽媽 但不夠清 法例規定要年滿18歲才可以器官捐贈 但當年鄧桂詩的女兒差三個月才到她18歲生日 所以他的女兒出來接受傳媒訪問 希望當局網開一面 給她一個例外豁免 讓她可以捐肝給媽媽 救回媽媽一命 事情當時傳媒也有廣泛報道 為何今天我突然提起鄧桂詩這個名字 因為警方今天凌晨出稿 說現在要告兩個醫生 犯了涉嫌 犯了誤殺 據傳媒報導 這兩個醫生正正是涉及鄧桂詩案 就是當年鄧桂詩去聯合醫院 專門診覆診時 幫鄧桂詩看病的兩個醫生 為何會告這兩個醫生誤殺 發生了甚麼事 當年鄧桂詩的女兒接受傳媒訪問 即使未夠年紀 但很想捐肝給媽媽 這種孝心感動了很多香港人 當時有個熱心的女文員 她姓鄭 二十六歲 她主動聯絡他們 願意捐自己的肝臟給鄧桂詩 最終她捐了三分二個肝臟給鄧桂詩 不過很可惜 進行了肝臟移植手術 成功的手術 但做完一個月後 鄧桂詩的身體出現了一些變化 要再次接受另一次移植 那次用絲肝移植 但做完之後 情況也是一般 鄧桂詩要在深切治療部 在深切治療四個月 但最終都是不治離世 不過在鄧桂詩離世之後一個月 才揭發原來她的死因是別有內情 當時社會輿論也有點歪然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現在從事序上再和詳細講講 大家先了解背景 原來鄧桂詩在2008年 更早的時候 十幾年前 2008年就患上了月型肝炎 所以她在醫管局的醫療檔案 一直都有記載這件事 她是一個月型肝炎的大菌者 這是由2008年開始的 去到2016年她患上了慢性腎病 2017年她去聯合醫院專科門診 覆診 有兩個醫生分別看過她 都開了高劑量的類固醇給她 但她們開了高劑量的類固醇給她的時候 因為她的病確是需要高劑量的類固醇 不過她開了高劑量類固醇的時候 就沒有察覺到鄧桂詩原來是一個月型肝炎 帶菌者 所以她就沒有開了抗病毒的藥給她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鄧桂詩吃了藥之後 最後又出現了急性肝炎 病情急轉直下 最先送去聯合 後來去了馬例 所以她的肝臟移植手術 就是在馬例醫院做的 而當時幫她做器官移植手術的 那個 今天已經做了局長 就是盧寵謀 這時候說 但故事去到那時候 是未完的 因為剛才說她的移植手術 最終都沒有辦法補到她的命 在2017年的8月她離世 但她離世之後一個月 醫管局才說出來 因為最初家人是不知道 原來聯合兩個醫生幫鄧桂詩看病的時候 並沒有察覺她是穴形肝炎帶菌者 並沒有開抗病毒的藥給她 當時家屬是不知道的 出來呼籲大家捐肝 是不知道這一筆的 直到媽媽死了一個月之後 醫管局先把這件事說出來 當時家人當然是很不滿 我記得鄧桂詩的女兒 當時接受傳媒訪問 你現在說跟我說對不起 但你說一百個對不起 真的沒有用 我跟你說一百個對不起 你可不可以給我媽媽 所以都令到大家很觸動 那個時候都很為她難過很傷心 也都覺得醫管局的處理 很有問題 這件事期後都上了醫委會 在2021年 即是前年 醫委會裁定兩個醫生的專業失德 都是罪名成立的 其中一個姓林的醫生 判她除牌5個月 不過換刑36個月 另一個姓陳的醫生 除牌3個月 換刑18個月 除了醫委會的判決 其實死因庭都排了期 會進行明信 已經排了在2月底 即今年的2月底 會開死因庭 但是現在 今天凌晨 警方突然出稿 在大家 相對有點突然 因為事前沒有什麼風聲 出稿 說要控告這兩個聯合醫院的醫生 說他們是誤殺罪 早過死因庭的開庭 在業界 即醫學界 今天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都引起相當大的議論 因為以往從未有試過 公營醫院的醫生 因為看病的時候 最終出現乾犯刑事罪 還在誤殺罪 一個這麼重的罪名 因為誤殺罪 其實最高可以判終身監禁 以往在大家記憶中 就絕無僅由 你說公營醫院 如果涉及治療的過程 怎樣怎樣怎樣 而最後有病人離世 這些醫療事故當然有發生 也不算少 但真的沒有一宗會告上法庭 告誤殺罪 起碼大家真的 真的數不到 那為什麼這一宗會告誤殺罪 所以大家是不明白 那個準則 誤殺罪有兩種 一個是蓄意誤殺 和非自願誤殺 所謂蓄意誤殺 不是事前有謀劃意圖殺人 因為事前謀劃意圖殺人 這就是謀殺 所謂蓄意誤殺 就是在過程中 你突然間因為情緒 或者很多東西觸動 或者精神各樣的狀態 而突然間動殺機 而出現殺人這個行為 這種就是蓄意誤殺 所謂的非自願誤殺 就是嚴重疏忽 所以是有這兩種 那現在醫學界的議論 那現在醫學界今天的議論 就是究竟為什麼這次這宗 是可以去到誤殺這個 控罪這麼嚴重 因為以往為什麼那些 反而是他們未見過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在這個討論裡面 比較多就會拿回一宗 都是很多年前一宗的舊案例 來做比較 就是在醫學界的圈子裡面 就是林巨津案 他們就會疑惑 為什麼今天可以告到這宗是五殺 而當年林巨津案 都沒有告到 那究竟那個分別在哪裡呢 在醫學界今天是有這樣的討論 林巨津案是怎麼回事 林巨津當年也是一位肝臟的名醫 他在回歸之前 在殖民地年代 就做過立法局的議員 當年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是2007年醫委會的一個案例 就說林巨津在01年的時候 就沒有足夠訓練 當年就和一個肝癌的病人 去做一個射頻營發的治療 最後病人就因為手術 導致多個內臟被灼傷 壞死 最後就身亡離世 當年醫委會都裁定他 兩項專業失德 罰他停牌六個月 不過都是換營兩年 這個案例 當時病人的家屬相當不滿 相當憤怒 因為事件揭發 林巨津並沒有充分掌握手術的情況 因為他事前沒有做過手術 而病人是第一個進行手術的病人 但是他甚至在手術之前 他只是用過朱肝去做一個練習 但是這些情況是沒有跟病人和病人家屬說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後大家感覺到病人家屬就覺得 好像拿了家人的生命來試驗品 做那個射頻熱刑法治療 而你又沒有充分把這個風險告訴病人 所以那個案例 其實當時都認為是相當嚴重 但是這個案例 當年都並沒有告上法庭 更加不會誤殺罪 如果你兩單去比較的時候 醫學界更加覺得不明白 究竟這件事為何會比當年更嚴重 還是現在的準則已經跟當年不同 剛才我一直說公刑醫院的醫生 在治療過程中被刑事檢控 甚至告誤殺罪 以往未聽過絕無僅由 不過醫生被控誤殺罪 甚至罪名成立都有案例 記憶最深的是幾年前 這個DR醫學美容案 2020年 因為這件案 女醫生默允寧被判誤殺罪 罪名成立 被囚三年半 但是她雖然是醫生 她的案例跟這次鄧桂絲案很不同 因為醫學美容案 那個默醫生 其實不是對病人進行治療 病人是沒有病的 本來是不需要進行手術的 純粹是 作為醫生純粹是賺錢的 另外當然在過程中 她也被揭發未經病人知情 未經病人同意進行手術 對病人施加針對癌症病人的實驗性治療 所以在庭上最終她判誤殺罪 罪名成立 判囚三年半 但是雖然大家都是醫生 但性質跟這次案例很不同 事實上這次鄧桂絲案 兩個醫生被控誤殺 今天新聞出來之後 都引起社會廣泛一些討論 醫學界的團體 甚至關注病人 幫病人爭取權益的團體 都是相當關注 他們提出了種種的論點 包括擔心這個案件 會不會影響病人跟醫生的關係 會不會令到公家醫院的醫生 更加有離意 因為風險好像都挺大 也有人提到 會不會令到 就算公家醫院的醫生 就算不是走 他留在醫院 會不會對病人的治療 都是比較保守 不敢冒風險 我見到今天出來的新聞 有很多這種評論 但我自己始終覺得 最重要都是公道兩個字 尤其是大家都會關注病人權益 對病人公道 對醫生其實都是要公道的 老實說 在針對鄧桂絲案 兩個醫生 醫委會判了朱元斯特 說他脫牌 但是最終是換刑 其實是代表沒有後果 換刑 其實真的不用脫牌 所以這件事 對病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難免會覺得 有點依依相偉 所以現在要出來 我覺得究竟是否做刑事檢控 甚至供什麼控罪 其實最重要是給公眾看到一個準則 為什麼去了哪條線 因為類似我都說 這類醫療事故 以往都時有發生 為什麼以往那些告不到 而這個可以告到呢 其實公眾需要清楚看到 那條線在哪裡 舉例 今次的案件 就是一個公刑醫生 其實他就是一個工作樽 進行一些事情 最後病人死了 他們就說可以告到他這個控罪 如果即時已經想 例如我舉個例子 就是 第五波疫情的時候 從公眾的角落到 覺得政府高層 有種種政策失誤 最後出現 就是第五波 哇離世的人很多 現在整個疫情 絕大部分的人離世 都是在第五波那裡 有9千多 就是我們整個疫情 死了過萬人 但是9千多條人名 都是因為第五波 那我想問 從公眾角度 覺得高層 政策失誤 那他需不需要 為這9千多條人名負責呢 我們現在見不到他負責 那究竟為什麼 鄧桂絲案 那個可以一個刑事檢控 還用到誤殺罪 而這個第五波死那麼多人 失誤的政府高層 又不需要去 就是扶這個刑事責任呢 那這裡你是可不可以 給公眾清晰的界線 知道條線在哪裡呢 另外再遠一點 港南亞海難 39條人名 那現在呢 那些受影響的家屬 仍然都是 涉而不捨 想繼續追究 但是好像都是對著牆 說話 很多事情都是爭取不到 當中 譬如海事處在調查的過程中 又水密門又驗損那些 都說他有種種失誤 但是現在大家見不到 官員是要為這件事負任何刑事責任 更加不要說誤殺 其實分別在哪裡呢 大家真的一點都不清楚了 那會不會呢 現在純粹看報道 不清楚 稍後警方 稍後 律政司 可以提供到更多的資訊 即是有些資訊 現在是大家不知道的 原來敢敢敢 所以就可以 告到誤殺罪了 那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期待 警方和律政司 有更多的資料 稍後會提供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更多的情況 那好了 今天的討論呢 就談到這裡 拜拜